中国的中部战区 陆军空中突击旅 展示了一个数百公里的突袭 这是中国首次直20远程奔袭 一个公开 仅进行了短暂补给之后 距离出发地数百公里 一个地带补给 然后再次搭直升机 再一百公里夺另一个要点 那就是跳吧 用直20连续作战数百公里 两场战斗之间留给连队进行修认 和机动转场时间不到两个小时 注意啊 这就是连续作战 那为什么我提到这个 这个就是中国未来在异道链 包括南海行动的一个主要的战术 现在蒋军空中突击旅正在演练 就未来武统台湾 包括在朝野半岛 包括日本啊 琉球这一带行动啊 包括菲律宾 就是这种战术 这个演练经报道 立刻引起外界关注 因为这是解放军军方啊 首次公开报道 解放军空中突击部队 进行百公里级的空中突击作战训练 这个场景一旦出现 也就标志 解放军空中突击部队 开始掌握了啊 相对完善的远距离激将作战能力 就能够在未来爆发的台湾冲突中 对敌关键要点发起连续的突击 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真正的这个实战就是这种出其不意 空中突击部队就是要出其不意 两小时补给之后立刻也可以行动 就成为决定性战场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现代战争当中依托直升机进行作战的空中突击部队 战场定位非常独特 首先就是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对空中突击部队一系列使用经验 还有俄军在这个格斯托梅利 这个安诺诺夫机场突袭 这几个案例来看 空中突击部队相较于计划部队 最大优势就是速度 就最大劣势也是速度 为什么呢 就是真正的空中突击部队 它乘坐的就是 不是这种专家躺车 是这种直升机 那这些直升机通常有200多公里的最大速度 就不受地形限制 就使得空中突击部队能够以超过其他陆地部队 它的更快的速度能够抵达目标区作战 对吧 但这也是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它进去以后 它没有中装部队来进行掩护 其他友军没有办法协同掩护 这是个矛盾的 因为你快了 你直升机降落之后 精锐的空中突击部队就变成了两条腿走路的步兵了 而直升机作为飞行器特点 它就导致它不能像躺庄下车一样 继续停留在战场上 在空中 给你提供火力支援 它必须要按时返回自己的基地 进行补给 同时呢 可以过快的 这个 它过快的进行速度导致它的友军计划部队 很难第一时间给它提供增援 换句话说 你就变成真的孤军 神兽了 那一系列因素就导致空中突击部队投下的这些步兵啊 如果没有重火力 常规的这个重火力支援 很可能就变成人家包饺子的一个对象 那武装直升机提供短时的高强度火力支援是可以的啊 但是要提供这个攻坚能力 防御能力 还是不具备那个战场啊 那种计划部兵部队的那种能力的 可以说空中突击部队本质上 它就是一个骑袭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快速骑袭啊 突袭 一旦失去了这种突袭啊 这种突然性 那么它的效能就大幅降低 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啊 这个 就安末夫机场嘛 乌克兰战争初期那个嘛 本身一个突袭 本身很成功 但是因为这个后续的部队没跟上啊 把突袭搞成两天的一个啊 一个持有战了是吧 你这场战斗里边 空中突击部队效力非常高啊 机将啊 其实这机场之后 没多久就控制整个机场了 但是因为后续增援部队 没及时到达目标位置 导致机场守军 乌军奋战了两天啊 卫戍的这个啊 基辅乌军装甲部队就完全压制 把这帮部队压到大楼里边打啊 因为这个你步兵就得依托掩体吗 这个打到这个机场大楼里 根本就没法建立对机场的时空啊 就是你得搬着跑道去控制 结果他退到大楼里 结果整个这个机场啊 突袭战就变成了这个啊 一个负面教材了 对吧 那因此呢 就是想要最大限度的发挥空中突击部队优势 就避免俄军这个 那就必须要 首先你必须有自身攻坚和火力转啊 还有是面对二线的机化部队啊 你还是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啊 就说白了 你是空中突击 是越过他一线的主力这个啊 重型装甲的不对 但是你到二线 你快速突击进入到二线 他的这个二线的机化部队 尽管是没有一线那种重装甲 但是面对二线的装甲 和机化部队 你也能压制他 你得有这个能力 俄军显然这些空中突击部队 他这能力还是有限 还有就加强自身持续作战能力 就是我能跳啊 就说白了 我这个部队啊 放下来 比如说这个安东诺夫机场 我放下来之后 我的空中突击部队还能把他撤走 或者再跳到敌人背后去 还有这个能力 你想想 如果当时这个机场作战的这支部队 如果第一时间发现不对劲 他就立刻登机 然后呢 立刻 两小时后立刻离开啊 然后我可以去你这个 其他的机场进行作战 是不是也可以完成 结果没有 他居然就在那 飞机来不了 就利用直升机高机动优势 在战场上可以打油机吗 这是让敌人算不明白 你到底是奔着哪个目标 就是让敌人反应不过来 你的优势就是机动 这个就是关键 那既然你的空中突击部队已经获得支撑权 在这可以快速激动 那你当然得利用了 很显俄军走不到 两天他直升机也没来救他们 解放军这个百公里空中突击训练 就是咱们说游击战 就是要让中国的空中突击部队 未来是可以打了以后就可以立刻走的 就不会陷到俄军这种 比如咱们未来突袭台北机场 如果在台北机场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 咱们就不能够被动的在这 俄军最后是派了一支部队深入敌后 去救这批机府的被围的这批部队 否则真可能就被全奸了 他居然没有派直升机去救 这可能就是他的能力有限了 现在战争里边 咱们如果在台北机场 咱们说如果受到一定的阻击的话 咱们空中突击部队 可以两小时立刻转场走人 就不用像俄军这样就困在那 台北机场打不了 我去打你台中机场可以吧 数百公里转移 是吧 各国陆军部队都开始 以旅团级为单位进行部署 那么旅团级单位 对于战场的掌控范围 咱们可以算一下 也就是以自身为中心的半径 40到50公里 你可以算一下 这旅团级达 那这是简文军标准 40到50公里这个范围 这是我的一个掌控范围 那这个对于像俄军这种 缺乏信息化能力的部队来说 它的范围可能只有20公里 简文军是有4050公里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想 实施一场涉及了百公里级别的转场 这种突袭行动 意味着咱们的空中突击部队 有可能对两个编制完全独立的 不同的部队发起突袭 比如说咱们对台军的A师 台军的B师 展开突击 两个完全不同部队 对吧 那先被打的这个部队 肯定是进入警戒状态 对吧 而警戒状态 就比如说我打你台北机场 你A师在这 防守 打台北机场 那台北机场的A师 完全进入警戒状态之后 它的警戒状态 那A师在这 但是在台中机场的这个B师 它不一定是警戒 因为距我一百公里 没毛病吧 那这时候解放军可能就是 以台北机场作为跳板 两个小时 我空降台北机场 然后呢 如果能拿下就控制 就我的重装部队快速击降 这个预输机快速降 站立 如果拿不下 我就有以台北机场为跳板 两个小时 直升机重新起飞 在台北机场 加油 然后呢 立刻起飞 快速的突袭你台中机场 理解吧 这个时候你的B师是完全没有反应 就是尽管是台北这块A师有反应 台军的A师有反应 警戒 但是台中机场没有警戒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突然性来了 而且这个是没有办法反应的 那整个警戒状态 未来台军就是只要有一个地点发生了 被攻击 整个台岛全军就要警戒了 你可以想想这种警戒啊 警戒状态延续100公里以外的啊 这个台北台军的其他部队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距离对战场来说是相当远啊 那但是对于这个咱们直20这个通通突击部队来说 这也是家常便饭 这样一个100公里外的警戒是没有人定向思维嘛 没有人会在意的 就像这个咱们说天津地震 你的乌鲁木齐啊 有反应 立刻人家搞这个疏散也不可能啊 那一旦这个台军陷入到这种思维 那就是这就经过短暂补给对吧 李奥时啊 中国解放军的空中突击部队啊 就可以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 是吧 立刻给这个台中机场带来惊喜啊 这种战术利用战场空间与战场信息传递啊 不对称 最大限度的来维持空中部队 那空中突击部队这个突袭状态啊 就打游击嘛 这种状态下空中突击部队优势就是得到完全发挥了 那至于为什么解放军现在训练啊 这个 这个为什么没有提到所谓的 把自己的攻坚火力支援火力给提高啊 没有提到啊 这不是说解放军啊 没有办法去解决啊 中国一直要解决 中国现在搞了一系列的山猫系列的空降车 还记得吧 这些车是八轮小战车啊 就被直20直接悬吊啊 直接在基附下载挂载 空中突击部队降落的时候呢 这个士兵就可以直接上车作战了 换句话说呢 中国是有这个能力啊 这个在真正的这个实战当中啊 给这个空降突击部队提供这个 咱们说相对简易的助国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在这些地方 shipped發生了 真正的那个 我总是有这个能力啊 在这些τα制造的 可能在想听让我们不开乱 翻译 还能讨论吗 为什么呢 这一段击部队 其实在刚刚起来 这件事呢 我们也是在这些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真设时战场环境 现场连续精准倒调的方式 进一步锤炼部队空地协同 临机处置战场情况的能力 接到指令后 担任护航打击任务的武装侦察直升机率先起飞 满载突击步兵的运输直升机快速跟上 在空中完成编队 将任务区域机动 飞行编队顺利抵达任务区域后 突击步兵根据地形采取神将所降的方式快速展开部署 突击队员着陆后 在武装侦察机掩护下 采取交替掩护多点进攻的方式 迅速对敌目标挖起突击 同时根据战斗进程 呼叫空中火力支援和物资补给 突击队员呼叫物资补给后 现地指挥员临机导条前来支援的直升机 原计划补给点不能降落 飞行员重新选择激将点补给 并撤离伤员 经过补给 突击队员再次组织进攻 一举拿下敌指挥所 轻脚残敌并快速撤离 如何模拟实战训 紧贴实战链 深入研究典型作战场景和行动方法 这一直是我们思考的一个课题 通过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来锤炼部队 应急应战 全域到达 立体攻防的作战能力 来得及 突得快 打得猛 是空中突击部队作战能力的生动写照 空中突击部队将陆军航空兵 步兵等多个兵种融于一体 实现了陆军部队从平式战场到俯瞰战场 再到立体感知战场的加速转型 空中突击部队的成立 让飞起来的陆军更加善打了 随着直20的入列 空中突击部队的机动突击作战能力 远程投送能力 快速反应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直20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战术通用直升机 它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 完成碎形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 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 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 刚刚列装部队的直20直升机 首次公开亮相 飞旋的铁翼为陆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3分钟 2分钟 2分钟 3分钟 3分钟